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意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選戰倒數四十三天 每一個陣營都在開始加強他們的競選火力 炮火融融 所以我們看到了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耐清德他預告星期天將在臺北市 在封街要來造勢 包括他們的競選總部跟臺北市的總部要來成立 不過國民黨也不甘示弱 他們說他們的內部民調還不錯 只差一點點 所以要規劃十五場的造勢活動 要來刺激選情 這在短兵相接之下 我們看到侯友宜 他為了反駁自己被抹紅 突然間爆料說 哎呀民進黨也曾經要找我選舉 不過此一時彼一時 看看柯文哲 大家看到當時二零一四年 他講的話說他是墨綠 可是現在大家認為他是檳榔 為什麼呢 所以侯友宜這樣子就可以講說 他是綠的嗎 還是可以講說他是本土的嗎 好像不行耶 因為有人說他可能還是有問題的 而這個問題就出現在他自己 不在於民進黨 網友已經開始在做相關的回應 所以耐清德他回應說 哎呀在在顯示侯友宜啊 他缺乏存在感 所以在刷存在感 所以把當時民進黨要找他的這些事情 拿來製造聲量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再看看趙少康的問題 趙少康他說侯友宜啊 他如果選上的話 他會把他總統的職權 交一些來給我用 大家知道總統的職權只有三樣啊 就是內政外交跟兩岸關係啊 請問他要交哪一樣給你呢 如果三樣都交給你 那他不就是傀儡嗎 所以有人說 哎侯友宜 你是要選一個傀儡總統 真正在當總統在選的人 竟然是趙少康 所以趙少康立即反駁說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趙子龍 我是要來清理戰場的 來幫助侯友宜的 啊清理戰場 在戰場上在清理 那幫助的人不就是阿斗嗎 果然 馬上網友說 原來啊趙少康在笑侯友宜是阿斗 所以真正在選的人 就是趙少康在選總統 很多資深媒體也這麼講 趙少康馬上澄清說 不是不是不是 侯友宜是劉備 不過侯友宜是劉備嗎 這樣拗下去 拗得過去嗎 拗得回來嗎 大家都在問這一件事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再看看立委選戰 也很精彩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幾位候選人 他們出來開記者會 指控指控國民黨的相關的這些候選人 把持土地的利益 尤其大家看到了綜合的選區 民進黨的候選人吳貞 國民黨的候選人是張志倫 張志倫怎麼講 張志倫竟然說如果沒有在綜合資產的話 就不算綜合人 換句話講 你只要去綜合租房子 而把戶籍放在綜合的人 你通通不是綜合人 所以這些人通通不要投給張志倫 對不對 張志倫意思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你不是綜合人 所以不必投給他嘛 哎呀 引起了網友熱烈的討論 所以究竟在接下來一個多月 藍綠陣營到底會有怎麼樣的一個交叉的火花 彼此攻擊的這些火花 會引起怎麼樣的一個反應 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羅志正 志正 翁哥 大家好 第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蔡宇議員 翁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民進黨前發言人 謝佩芬 佩芬 詠哥好 大家晚安 我們的財政專家 徐親王 親王 詠哥好 大家好 我們國民黨前中常委 田芳倫 芳倫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鄭主評論員張逸三 逸三 詠哥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哎呀 竟然大家在看到說 國民黨的趙少康在講說 侯友宜如果選上的話 會把他的職權給趙少康的時候 大家在問 那他到底選得上選不上 那為什麼趙少康不辭媒體的董事長 為什麼侯友宜不辭新北市長 是不是因為他知道選不上 所以呢 還留一個後路呢 那最近的民調又怎麼樣呢 大家來看看相關的一個報導 大選白熱化 藍綠針對兩岸議題跟國家主權 平平交鋒 炮火四射 無法侯友宜 所謂造成國安危機 所謂是親中 這樣一個選舉的方式 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連國外都在說了 賴清德 你真的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請放棄台獨黨黨 站出來勇敢說 兩人隔空互槓 誰也不讓誰 煙消味越來越濃 藍白分裂各自宣布副首滿一週後 最新民調也出爐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賴消沛以37.1%的支持度 領先侯康沛30.5% 柯英沛則以17.5%垫底 另一份零傳媒賴消沛的支持度 則衝到41.12% 領先侯康沛31%至少10個百分點 柯英沛則以25%作文老三 藍白民調美起色似乎跟副首的人選 誓言也有關 趙少康除了拋出他20歲 就買了兩三間公寓 引發輿論反彈外 拋出侯友宜願把總統職權 讓給我參與的一番話 也被質疑搶了主帥風頭 賴清德禁總公布最新影片 從11月起 賴清德小美琴風雨無足 全國趴趴走 在各地成立禁總 12月3號 全國界台北市禁總成立大會 將封街壓軸登場 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陳建仁 和前院長蘇貞昌 都會到現場展現民進黨 從上到下團結一致 現在看幾個重要的標題 讓大家知道 整個選舉的熱度 到底重點在哪裡 大家看一下 賴清德全國競選總部 12月3號要來成立 風街壓軸登場 站出來挺台灣 出動即時空拍有彩蛋 再看看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全國暨台北市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12月3號即將登場 當天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以及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全都會出席力挺美德沛 再看看內參的民調 哇國民黨馬上就開始對戰了 怎麼講 他說我們侯康只差耐銷0.4% 所以換句話講 侯康跟耐銷只差0.4%就已經接近了 所以他們預告要發動15場大造勢 要追上來 可是是這樣子嗎 讓大家看看 美麗島電子報第80波的民調 這是耐銷配一直往上走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侯友宜 開始上來了又再往下走 相差7% 相差7% 所以只有0.4%嗎 好像不是吧 那當然這是侯友宜 千求是的往下墜 我們再看看侯友宜 薄抹紅 侯友宜說民進黨 以前曾經找他要選台中市嘉義縣長 問題是你那個時候的侯友宜 是這個時候的侯友宜嗎 哎呀 此時蘇東坡 此時是蘇西坡 不太一樣 看看柯文哲 2014年是怎麼樣的說 他墨綠現在變成檳榔 裡面是紅的 有人這麼講 這怎麼一回事呢 所以用這用這樣子來講 所以吳士堯說侯友宜 缺乏存在感 所以是在刷存在感 再看看侯主張 中配四年就可以拿身份證 官員說將比外配早取得國籍 顯然不公平 所以看看當時侯友宜跟現在要四年 就讓中國的中配來取得身份證 跟當時侯友宜一樣嗎 尤其侯友宜最近來講什麼 說要大量引進終身來臺灣就業 讓年輕人整個爆鍋 對 所以我們看看這整個來講的話 怎麼來看看接下來的兩邊的對壘 包括他們的造勢呢 好 所以這個告訴觀眾朋友 現在不管對國民黨或對民進黨來講 現在真正的決戰點叫決戰中間選民 為什麼叫決戰中間選民呢 因為本來這個偏綠的民眾呢 就會投給賴清德 從民調上也反映得出來 但之前侯友宜遇到的問題是 這個偏藍營的選民呢 有一塊流失到柯文哲那邊去 沒有那麼挺侯友宜 尤其是很多藍營選民有部分認為說 這個侯友宜的狀況呢 是藍皮綠骨 所以呢侯友宜之前一直沒辦法號召 這一塊選民回歸 所以在趙少康跟侯友宜搭檔了之後 看起來藍營的選民呢 也出現了回歸的狀況 所以對於藍營來講 接下去會決戰中間選民 但是但是 為什麼現在要用但是這個字呢 因為很明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對於民進黨這邊來講 蕭美琴的動作比較像是在幫賴清德 爭取中間選民 而趙少康的動作呢 看起來是跟侯友宜在一起 把中間選民往外推擋住中間選民 為什麼這樣講 來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張圖昨天在社群上面 哇 發酵紅了到處都是 這張圖呢是蕭美琴呢 我們都知道他有養四隻貓 那他的貓等於檢疫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蕭美琴去接他的毛小孩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呢 為什麼我說穿透度很高 因為很簡單嘛 這個蕭美琴抱貓的這個動作呢 看起來他跟貓是非常的熟悉 而且這個毛小孩呢 是蕭美琴 應該是蕭美琴之前就撫養了貓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他跟這隻貓抱在一起的時候 貓的手手 我們說對於這個家裡有毛小孩來講 觀察是貓的手手 貓的手手是直接貼在蕭美琴身上 那知道為什麼要講貓的手手嗎 因為貓的這個手掌的墊墊很敏感 如果他不是很信任你的話 他不會這麼輕易的就直接抱在上面 所以蕭美琴昨天抱貓這個動作呢 在臉書社群上面呢 這個貓的群組裡面 哇可以看到很多穿透性十足 所以這個像是爭取中間選民的動作 但是來我問一件事情 侯友宜這個特別上了一個網路節目呢 上謝榮介網路節目去說 這個民進黨之前呢 也有找他選過這個台中市長嘉義縣長啊 怎麼這個時候說他是親中賣台呢 來在這邊我可以回答侯友宜的問題喔 因為人家在講你親中這件事情 講的是政策不是針對你人 而且你當時人家找你是選縣市長 你現在不是新北市長 縣市長要講什麼國防外交兩岸 沒有吧 但是你要選總統 就要談到國防外交兩岸嘛 所以現在談的是你的政策 接收了趙少康路線之後 你就出現親中的問題嘛 那為什麼這樣說 他的親中問題是出在哪裡 出在你說要讓中國籍的學生 到台灣留學之後可以就業 而且你還要開放大量 這個對台灣來講 第一台灣的年輕人聽到 你這就是明顯要競爭我的就業機會嘛 第二你為什麼平白無故要對中國這麼好 對於台灣來講 不管是缺工的題目還是經濟的題目 台灣的出口額在蔡總統接手之後 是從兩千多億成長到現在 四千七百億美金喔 台股的指數是從蔡總統接手後的八千一百點 到現在呢 你看台股還維持在一萬七千點之上 而且還跟港股之間呈現黃金交叉的狀況 過去港股是曾經四倍三倍大於台股喔 但是現在我們竟然超過了港股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請問那為什麼要開放終身來台就業 而且終身來台就業 我們再講一個數字喔 對於台灣的缺工缺口來說 大概是四十萬左右 你開放終身來台就業 那個終身在台灣也不過巔峰十幾兩萬人 你知道什麼就缺工缺口 所以侯友宜提這個政策是沒有邏輯的 除了突然看到你對中國很親近之外 看起來這個議題呢 不知道為什麼要提這個政策 所以他凸顯了一件事情 侯友宜看起來他跟趙少康出來 可能只會嚇跑更多的中間跟年輕選民 反而爭取不到中間跟年輕選民 所以侯友宜說曾經找他要選嘉義縣長 此一時彼此 你當時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又是怎麼一回事 你現在全部接收了趙少康的政策 趙少康就是九二共識啊 趙少康就是要統一啊 趙少康就是中華民國滅亡啊 所以啊 你嘉義官的 人家說要選侯友宜 要選嘉義官長 現在人家說是民進黨請他們 他們怎麼在親中不親中 我覺得侯友宜 如果要說他的過期 他就說好了 他為什麼不大方地講說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破例栽培我 讓我最最快的速度 當到警政署長 這段他怎麼不說 他他講說找他選嘉縣長 確實當時侯友宜就是在陳水扁 總統這樣提拔起來嘛 所以大家普遍認為 他應該是跟民進黨會友好 在在這個二零一零年那個時候 也就是陳總統下臺 然後民進黨輸得很慘 在當時嘉義現場 當時侯友宜是被馬英九冷凍的 對 然後他被當緊大大選 被馬英九冷凍 所以這個是有當時的時空環境 那去找侯友宜選嘉義現場 當時是陳明文 陳明文立委 陳明文立委卸任的時候 然後他一度有考慮 因為當時嘉義現場不好選 這個翁崇軍要選 當時翁崇軍 所以那一次是不好選 所以陳明文是有去徵詢侯友宜 然後侯友宜拒絕嘛 他沒有沒有打算要選 是陳明文去找的 對陳明文去找他的嘛 對 然後 所以他問題是 侯友宜的心態是什麼 對 他用這樣的心態去說 事實上我沒有請忠 可是我就像我講的 他這樣呈現的是頭肌 你去講的過去這一段 過去在二零一年的時候 有誰會覺得說 侯友宜會像現在跟國民黨這麼的 body 侯友宜會跟趙少康 竟然綁在一起 然後要去爭取這個政府總統 沒有人會把這兩組人會湊在一起 因為如果這個可以講的話 那柯文哲也講啊 當時民進黨幫助我選台北市長 所以啊 他選台北市長 所以啊 所以柯文哲就是民進黨嘛 所以我覺得這段我覺得要再補充一下 侯友宜這樣講 第一個投機 第二個 他對於政治的一些 可以呃可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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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政策 就剛才說的 你這些政策 過度請忠 而且你要開放 終身來臺就業 他侵害的就是 臺灣學子 未來的工作機會 這一塊是最嚴重的 大家在挑戰你這一塊 結果你就把他 問A答B 然後說 過去民進黨 找我選過選過什麼 你幹嘛不幫他全部講完 所以 所以我們看到了 侯友宜 那叫黑龍世道 他講以前 人家講你有沒有一貫性 你講的這一段性 反而讓網友 網友都講 哇侯友宜 原來你這個人沒有一貫性 反而被人家看出 他沒有一貫性 我們再看 起底藍營的三大佛帝謀 民進黨欲 斬除地方家族的利益 佛帝謀就是他們在草地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張志倫為中和屯帝謀 立委參選人廖先祥 為戲子佔帝謀 立委江啟臣 則是臺中建帝謀 三者都是利用明代職權 全錢相聲財產暴增 你看看 廖先祥拆違法停車場 都是假的 立委踢爆 換新雨棚 繼續收費 是賺錢的小天才 你看 所以四叉貓就在假他 可一天你又要拆掉了嗎 拆了又見 見了又拆嗎 我們再看看 張慶忠家族的精準投資 哇 是中和的帝王 結果呢 吳貞是代表民進黨選中和 結果張志倫怎麼講 他說在中和沒有資產 就不是中和人 我資產都是合法取得 但是這一句話引起 很多中和人的憤怒 在中和沒有資產 就不是中和人 所以只要在中和租房子的 只要在中和工作的 而不住在中和的 因為你在中和工作 你沒有資產 你要這樣子 那你就不是中和人 所以這些人都不要投給張志倫 現在網友就這樣在問 張志倫父母 一個是前立委張慶忠 一個是資深新北市議員 陳景定 累積的除了地方實力 還有龐大家業 也成為這次選舉藍綠 攻防的焦點 你在中和有沒有資產 我沒有 我沒有房產啊 所以你要中和人嗎 一句沒有資產不是中和人 張志倫的發言引爆爭議 對手吳針打鐵趁熱 繼續撕開張慶忠家族更多黑幕 指控中和輝瑤 生意園區開發計畫 範圍和張慶忠家族持有土地 密集高度重疊 張志倫的母親陳景定 甚至曾在新北議會幫忙 推了一把 陳景定在議會裡面 催促新北市政府 應該要加快 對於整體輝瑤地區的開發 我們都一直堅持一個乾淨的選舉 不打口水戰 針對他一直對我質疑的東西 我們的資產全部都是合法取得 張志倫批對手抹黑 但對自己的失言資產說 沒有回應 還反向吳針只是個空降仔 他對我們地方沒有感情 就是只會一直落跑 所以我認為他在選舉完後 也不會再中和落地生根 張志倫先生講出 你沒有資產 你不是中和人 這一句話 其實都已經產生了 明顯的發酵 現在呢 也很多人把 我在這次中和的參選 視為一個小蝦米對抗大鯨魚 那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 無殼蝸牛 我希望可以是代表一個 可以去未來進入立法院 兩位年輕人居住正義發聲 媒體人李正浩臉書貼出照片 是吳針邀請張志倫辯論的公開信 更嗆對手不是要當面找我討教嗎 新美市中和選區這一站 兩邊誰也不讓誰 選情逐漸白熱滑 所以誒 自政 靠人這樣說 佛地謀 國民黨這三個佛地謀 是真的這樣子嗎 其實中和在板橋樓旁邊 我們很清楚 中和現在的房價 物價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尤其年輕人基本上是很難 靠自己的力量租得起中和 所以這種情況下 一個靠著父親 他的這個財產 他成為一個現在國民黨的候選 他要說講話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 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你是正二代 你是富二代 所以你講話的時候 不但沒有階梯計 反而凸顯你跟一般民眾 一般年輕一個很大的一個對比 那更重要的是 他講說沒有資產 就不能做中和人 很抱歉 我在板橋沒有資產 我是用租的房子 對不對 那為什麼因為板橋樓房價很貴 我們內政部的政務次長花競群 他到現在還在租房子 所以呢那他是哪裡人 他什麼人都不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房子 對所以有沒有買那個資產 跟你是那個人 哪邊的人沒有關係的 但他這句話本身想要透露出來就是說 你是空降的 你跟在地無關 你沒有資產是一個標準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換句話說對於多數在中和 戶口在中和 在台灣沒有資產 就不是台灣人 就國民黨講的 把這句話放大一下 國民黨張作人講的 這句話說在中和沒有資產 就不是中和人 把他中國民黨講的話 再擴大一下說 在台灣沒有資產 就不是就不是台灣人 所以換句話講 在台灣沒有資產的人 千萬不要投國民黨 為什麼 他說你不是台灣人 凡文你聽到這句話 你哪裡人 我台北人 你在台北有沒有資產 你都不是台北人 我有洞產 我覺得張志倫同樣是倫 但他講話怎麼怎麼不接地氣 不接人氣 為什麼 因為我想很多人都經歷過年輕的 這段時間 是 就從我到讀書畢業 然後到出來工作 我到現在一樣 我很想在台北生存 那我一樣買不起台北的房子 不管這是新北或哪裡 只要這個人願意為這塊土地 努力做事奉獻 我覺得他就是這裡的人 這就是認同的問題 可是他把資產這東西放在太前面 我覺得這樣你當 你年輕人就會覺得有相對剝奪感 我連租房每個月薪水就這麼幾萬塊 我要剝百分之三 二十到三十去租房 這樣子做 然後你跟我講說沒有資產 你就沒有資格當中和人 我說老實話 身為同黨同志 我覺得他講話非常不精準 他可以講說 吳征你之前都在選別一個選區 你過來中和 你這個叫做空降 所以我認為你不認同中和 你只是選舉因素才來 你這樣講 吳征也沒什麼好回的 因為這也是事實 可是不好意思 你今天把資產這個放在太前面 抱歉 而且你就讓人家覺得說 你就是二代嘛 你就是好 好人的孩子 你就是在地這樣擁有資產的人 那這樣子你怎麼會取得年輕人的支持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跟藍營或者是所有的正二代 這些正三代講 就是說你們在做任何的決定 任何的言論之前 要想想看 要投票給你的 是普羅大戰外百姓 不是那百分之一金字塔頂端的人 嗯 這個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要特別提到說 如果把國民黨講的這一句話 把它括到說 在台灣沒有資產 都不是台灣人 哇 那這樣子的話 換句話講 這些人都不要投給國民黨 那國民黨這些票不要嗎 所以這樣講話是有問題的 應該要出來道歉一下吧 不過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最近的民調 這個我剛剛秀給大家看 民進黨這是耐消沛 他在這裡上來了 而且是緩步的往上走 所以往事實在邁進 那國民黨呢 看起來是上來了 可是開始往下再走 趨勢是往下走 一二三都往下走 那當然這是柯文哲 那我們再看看 寧傳媒的總統民調裡面提到說 絕對不考慮投給他 第一個絕對不投 不考慮投給柯文哲 超過五十八五十六 第二個絕對不考慮投給侯友宜的 第二個是也超過五十 趴 耐清德是四十八趴 所以藍白分手擂台成打火線嗎 柯討厭度標第一名 侯友宜第二名 兩個人都超過五十趴 不過我們再看看 這是今天另外一個民調 是et today 總統的候選人的支持度 賴清德三十七點四 而這個是侯友宜三十六點三 當然柯文哲十九點六 這個蠻接近的 所以從這裡來看 從這些民調來看 我們應該怎麼來解讀呢 第一個就是藍白分手之後 候選人登記之後 恢復正常 就藍綠各自歸隊 那民進 尤其民進黨 特別明顯 賴清德從三十八 直接跳到這三十七八 表示之前有一些 要看熱鬧的 看熱鬧的時候 就是被藍白核的議題 吸引到那邊去做策略性的 一些支持 所以回歸到賴清德身上 就回到了所謂的三十七八 國民黨的策略還是成功的 因為對於柯文哲 不斷的羞辱侯友宜的情況下 再加上趙少剛跟韓國瑜 這兩頭馬車帶領之下 他們現在藍營回歸凝聚感 是有的 三十八左右 大概就是國民黨的支持度 大概就是三十八 大概侯友宜 目前為止 穩定住了國民黨支持度 反而最慘叫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在藍白核裡面 不但自己受傷 而且讓很多的年輕人 質疑你的所謂的公開透明 跟正直誠信的問題 再加上你藍白核的過程裡面 你不斷的去觸怒了柯粉 對於你到底要不要參選的挑戰 包含你最近還在提 所謂的兩億美金的問題 包含你的副總統 吳欣穎根本沒有準備好 連雙重國進的問題 都解釋不清楚 這些雙重打擊之下 他的民調從十八趴 掉到了剩下三十七趴 反而你看到十七趴的過程裡面 這個少了一趴 剛好回到賴清德的這一趴 那為什麼會這麼移動呢 原本不是說藍白核 應該是藍白之間會互違移動嗎 反而看到厭惡度 這些討厭值 這個所謂的民調裡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在藍白核過程裡面 使得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可能去投柯文哲 柯文哲的支持者 更討厭國民黨 所以這樣的一個討厭度 侯友宜跟柯文哲的討厭度 這麼高的情況下 如果柯文哲持續的 不斷往下掉 崩盤的結果 年輕人的選票 有可能最後是回到賴清德跟蕭美琴 而蕭美琴就扮演了 這個關鍵位置 剛剛有講到蕭美琴那隻貓 那天晚上 連柯文哲都抱了一隻貓 表示他是流量密碼 因為柯文哲是流量動物 不是流浪動物 不是流量動物 就是他只要看到哪裡流流量 就往哪裡蹭 流量動物 所以看到蕭美琴抱了一隻貓 創造那麼多流量 他晚上馬上也PO出 他一個爆貓罩 都忘記了 他自己說 那個貓跑上去 我們要把他踹下去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東師孝平 所以他連他都跟風表示 這個蕭美琴的爆貓罩 對於年輕族群 對於網路族群 是有極大的這個穿透力 也就是說蕭美琴 對於柯文哲 或者是過去支持柯文哲 這些支持者們 是有吸引力的 而這些未來都有可能 形成賴蕭配 他們不斷往四十趴 邁進的一個關鍵 所以佩服務員 看起來這個民調的趨勢 裡面來講 賴蕭配似乎是 緩步在往上 而且熱鬧已經過了 在那個熱鬧的時候 可能一些綠營的人 都不表態了 那現在開始回來了 不過國民黨也是升得蠻快的 這個也是大家看的 所以從這一波民調裡面 再看到大家開始 肇事會要拼場了 怎麼來看這個 你知道就是蕭美琴 加入賴清的陣營之後 真的是大家詢問度非常的高 舉個例子 前幾天我們不是四處 那個小貓咪的那個走隊的人 選對選對的人走對的路的胸章 馬上就被詢問一些在進總的這個現場 馬上就秒殺 那包括我這裡一直被大家問說 有沒有 你有沒有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那昨天晚上我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外面馬上就有攤販在擺攤 然後馬上這個民間自行製作的版本 就出來了 也是現場搶購一空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這個賴蕭沛在這個民間 大家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非常大的討論度的 那尤其蕭美琴呢 他又是走比較都會的 女性的 溫暖的 這樣子跟貓咪 很親近的這樣的一個路線 昨天晚上我肇事大會上 我也特別幫他準備了這個貓耳朵 然後我也送他一個貓玩偶 因為這大家是很喜歡這件事情 那我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可不可以戴貓耳朵的時候 他也是欣然同意 他是非常開心的 你就可以看出來說他是一個非常接地氣的候選人 他是一個可以吸引年輕選票的候選人 可是相較之下 其他的那兩位副手呢 我們都說副總統 應該是要幫政 幫總統候選人來加分 可是我們看到趙少康是什麼 他確實他幫侯友宜加了很多分 可是是在深藍的那一塊 是在侯友宜 他作為一個藍營的提名人 原本就應該拿到的支持度的那一塊 反而需要趙少康出來 幫他補足那一塊 補足之後呢 可是他的後裏症 他的副作用 就是他的中間選民全部都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等趙少康一出來之後 你看侯友宜現在又要開放路線來臺 就讀完學校之後呢 還要就業 然後呢又要重啟ECFA 一切的這個路線 都非常的往紅桶 那個路線來前進 那另外柯文哲也是 他的副手原本出來 也是應該加分的 我不知道這個選票有加多少 可能鈔票有加 但是選票目前還看不到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賴蕭沛 他現在為什麼有辦法一直維持在領先 而且大家很受歡迎 討論度很高 那這個週末要成立全國進總 跟臺北進總 現在大家也開始在說要趕快 休糾一起去 那你又看到我們有看到剛才的民調 那最最不希望哪個候選人當選 柯文哲是最高的 之前嫁野黨很喜歡說什麼下架民進黨的名義 是超過半數 可是我們看到這民調很明顯的 大家最不喜歡的是柯文哲 最不喜歡的是侯友宜 他們兩個不喜歡的 大家不希望他們當選的都是超過半數 反而是賴清德 他並沒有超過半數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說 那之前在野黨藍白在合不合的時候 在吵的所謂的下架民進黨 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